哈喽大家好 工厂做了两个星期的改装劳力师终于到手了 我们这一期做一个小小的测评 这个是客户自己购买的一个机型 然后做的是原厂的机型 但是零件部分都是后座的 那么结合改装费用整表到手差不多是12万 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款表原来的样子 也就是116505劳力师的这款迪洞拿 改装部分包括红色的玲珑表带 三个小指针和刻度也做了红色的一个对应的处理 靶头它是一个刚度黑的材质 表壳我们选用了碳纤维的外壳 同时机型自动坨和发条壳这些部分 全部去做了挖空来减轻重量 机型整体的一体度黑 最终呈现出一个特别特别经典的红黑的配色 风格非常的运动 那我们上层看一下只有43克 对比来说的话刚款的迪洞拿是150到160之间 精迪的话是200克左右 这应该是全世界最轻的迪洞拿了吧 众所周知迪洞拿这个表款 本身就拥有很强的赛道基因 它能够通过1分秒的计时精度来帮助赛者手去计算圈速 所以这样的改装风格我个人觉得也很符合初心 我觉得改装表最重要的一项乐趣 是你永远都不可能在劳力士的原厂看到类似的设计 但同时我们又特别希望能有一款在特定的场景中 用来标示身份和个人趣味的迪洞拿的时候 改装表就为你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如果你真的特别特别介意改装表的保值率的话 那么我的建议就是你用国产的4130的机型去改 做同款的一个改装 倒数成本会大大的降低大概整表的话是一到两万左右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意 喜欢这一期视频也可以关注我们 我会持续的去分享我们制作的一些改装表款和测评 好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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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